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古巴航空一架机零近40年的波音737客机在当地时间周五发生空难,造成机上乘客110人罹难,仅三名乘客生还,但三名乘客全身严重烧伤,伤势严重。 在针对残骸进行调查后,古巴官员表示已在残骸中巡货黑盒子综合外媒报道,古巴运输部长伊兹奎尔多指出,已巡货该飞机上两个黑盒子的其中一个,希望搜索行动可以尽快巡货第二个黑盒子。 伊兹奎尔多也提到,110名死者中包括99名古巴人,6名墨西哥籍船员,2名来自阿根廷的游客,1名墨西哥游客,2名来自西萨哈拉的乘客。 据了解,这架博音737客机在1979年出场,机灵已有39年,同时是古巴航空向墨西哥的小型包机公司达墨赫航空,LOMS-DAMOJH,租用的飞机。 次次空难也是古巴近30年以来最严重的空难,失事原因出胖是机灵过高或天候不加有关,在调查单位巡货黑盒子之后有助于厘清失事原因。